依然是调节委员会主席陈川武 对民事 工程 以及劳资调节 都有很深入的研究 因此连续两年荣获台湾高等法院 GEO调节委员奖 我第二次还有这个营兴 拿到这个将 苏小弟很感谢各位 在条街的过程中 也都有我们宜然市公所的委员的帮忙 以上感谢大家 然后他有很强烈的一个 企图心想要为我们宜然市民 规划一个很好的一个调节的一个制度 能够来服务大家 那我们也很高兴很荣幸说 能够邀请到陈委员来担任我们的调节委员 那他获得这个奖项真的是实至名归 市长江中渊表示 调节委员有如地方的和事佬 不但要有耐心 热忱 还需要有充实法律的专业知识 情理法兼顾才能让两兆的当事人理性和解 尤其啊 我们的理政 还是说我们的代表 你这个过程里面 自己的乡亲 有这种需要的时候 也都会共同来找我们的调节委员会处理 秉持一个公道别这种最好的精神 所以可以说我们的调节委员会 这么多这个调节成功的案件 我们就看得出来说它们都非常的用心 它是我们的邦友 这个邦友除了是说要让我们的调节委员以外 对我们各位理政 甚至是说我们的代表 这些都有你参与公共事务的 也都分享到这种好的精神 你丢阅事务上头做得最好 另外这一届的宜蘭市调节委员会 也增加三位女性调节委员 希望借重她们温柔的一面 来消解当事人的怒气 顺利完成和解 多元法力之心 宜蘭雄战 宜蘭新闻记者 赖福新采访报导